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吴三贵却让重振失望 他最终因清兵入关 开启了明镜品格改朝灌代的大时代 后世流传甚广的说法是 吴三贵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 是出关一幕为红颜 这个红颜就是角色家人陈远远 那么吴三贵因清军入关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陈远远吗 陈远远又是怎样一个传奇的意思呢 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唐博博士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青岸探明》第二部第一集 陈三贵详经之谜 陈远远啊 她原名啊 叫做陈远 三点水 一个元朝的元 陈远 自管分 江苏武进人士 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江苏常州 这个地方的人 陈远远早年啊 父母双亡 家境贫寒 于是呢 她就被寄养到她的叔叔家里 跟着叔叔一起过日 陈远远小时候啊 这个长得很可爱 皮肤非常好 身材也非常好 可以说啊 天生丽质 叔叔非常怜爱 八岁那一年 江南发了大水 庄稼绝收 叔叔一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只好居家逃荒 逃到哪呢 逃到了长州附近 有一个城市叫昆山 这是个小城市 去投奔陈远远的姑姑 陈远远的姑父姓邢 叫邢阿山 当时是在一个油房里面当厨师 家里头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是呢 行阿山啊 膝下没有一儿半女 见着陈远远啊 生德乖巧 又很灵俐 那么非常喜欢 就把陈远远收为养女 待在身边 陈远远在这个姑姑家里头啊 学针线活 学得非常快 什么刺绣啊 什么缝制衣服啊 手到心来 很快学会了这些女工的本领 没过多久 这昆山的县衙 招募一批年轻的女子 去给县衙缝制衣服 陈远远就应招到了县衙 由于她缝制衣服的本领比较强 而且生气又很乖巧 长得也很漂亮 所以呢 很快就被支县大人的老婆看中了 支县夫人看中了 支县夫人就把她安排在 支县老爷的千金女儿身边 当半徒 陪着支县老爷的女儿读书 昆山这个支县呢 喜欢附庸风雅 经常把一些林医员的一些艺人 请到县衙里来 唱个昆曲 陈远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耳濡目染 慢慢慢慢的 她也变得唱歌跳舞 这个吟诗作曲 这个技能也逐步的提高了 16岁那一年 陈远远有幸到苏州的昆班 去学昆曲 由于她之前有一定的基础 到了这个昆曲班之后 学得非常快 很快就成为了苏州当地有名的一个名角 可以说就这样 她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踏进了今天叫演艺圈 进入了演艺圈成了明星 那世明星就自然会有粉丝 有大量的拥顿 陈远远也不例外 在她众多的粉丝当中 有那么一位粉丝 身份很特殊 她是谁呢 她叫田红玉 田红玉是何许人也 田红玉啊 她是皇帝的岳障大人 皇帝的老丈人 她的女儿就是皇帝宠幸的田贵妃 这天啊 田红玉到苏州来玩 听说陈远远昆曲仗得不错 名气非常大 于是呢 就叫人把陈远远请到自己的住的官邸 一瞧究竟 结果一看果然是不同凡响 于是呢 田红玉马上就拍板 花重金把陈远远买下来 当然这是强买 甭管人家乐不乐意 非要买下来 买下来干嘛呢 不是为了给自己纳妾 而是准备献给皇上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啊 当时这个田贵妃身染重病 那个田红玉担心啊 如果自己的女儿有什么不测 或者一旦失宠 自己所享受的那些荣华富贵 就会戛人而止 她要通过这种方式 继续维持与皇帝的群带关系 以此呢 来维系自己荣华富贵的好日子 好生活 可惜啊 这位田约帐的良苦用心 用的不是时候 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 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内外交困 崇祭皇帝忙的是焦头烂额 哪有功夫还跟美人床判缠绵呢 所以啊 陈渊也被送到宫里以后 等了几个月 也没等到皇帝的半点宠幸 没办法 只好又把他接回到田府 那田红玉一看 这笔投资就这样砸到自己手里了 那多可惜啊 怎么办呢 那这样吧 就让陈渊渊干她的老本行 继续唱这个黎原小曲 在田府里当起了歌迹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 陈渊渊似乎就是一个绝代佳人 是个美女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清代有一个学者叫柴厄 他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名啊 叫做梵天如从路 在这个书里头啊 他记述说啊 说自己 自己啊 见过画家 这个 画的这一幅 这个陈渊渊的画像 而这个画家呢 当时是在给陈渊渊本人写生 近距离接触 所以应该说 那幅画是一幅写实画 不会有太多虚假的成分 梵天如从路里 是这样介绍 说陈渊渊啊 记碗窝坠 长袖青群 全肾高 上唇左有一黑子 鼻梁中线 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陈渊渊的长相啊 在他的技术当中 你看到 旋骨很高 上嘴唇的左边 有一颗黑子 还有呢 鼻梁 是塌陷的 这可算是面部里头的 重要的缺陷了 可以说 陈渊渊的长相啊 看起来 不是无关端正 有点缺陷 那么他这个记载 对不对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记载 民国时期有一个学者 叫何炳志 他在《滇南十一》里面 这本书里头 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 或又为圆圆 貌实非美 携其亭主人 全谢山 常亲见其 最真确之小影 乃横竖已告人 其言 故宜 若可信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 清代学者全祖望 就是这个全谢山 他见过 别人给陈渊渊画了那幅画 画上的陈渊渊啊 长得确实不怎么样 既然长得不好看 那为什么历史上的记载 一致都说 陈渊渊是个角色佳人呢 讲到这个话题啊 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明代著名的才子 他叫茂辟江 他是明代末年一个重要的文学家 茂辟江曾经跟陈渊渊有过短暂的交往 谈过恋爱 但是呢 最后两个人有缘没分 劳艳纷飞 没成 后来茂辟江 娶了当时秦怀八宴当中的董小婉为妻子 虽然娶了一个美女为妻 但是她的心里仍然对陈渊渊是念念不忘 她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 《影梅安易语》 在这篇文章当中 她回忆了跟陈渊渊之间的交往 以及对陈渊渊的印象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 细细一看就发现 她所描述的不是陈渊渊的长相 而是陈渊渊在唱戏的时候那种姿态 那种气质 也就是说 茂辟江对陈渊渊的迷恋 不是迷恋陈渊渊的体型和长相 而是迷恋陈渊渊唱歌跳舞唱戏的那种本领 以及在唱戏的过程当中所体现的那种气质和姿态 陈渊渊渊靠的是她出色的演技 以及她扎实的文学功底 再加上适当的精巧的化妆 来弥补她在面部特征上的一些缺陷 从而征服广大观众 这跟现在演艺界一些演员长相平平 但是通过化妆 通过她自己的演技 能够在舞台上呈现出无比亮丽的这样一个形象 可以说异曲同工 情况差不多 明朝末年 吴三桂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他虽然只是一个二品的宁远走兵 却成为了左右律师进程的关键人 他成为三方争夺的姜伯伯 红真皇帝急需她力满狂澜 保卫江山盛基 李自成需要她遥相呼应 作为江山 关外的警军只有突破她的屏障 才能取到山海关温平中原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 春风得意的吴三桂与陈远远一百相识了 崇祯末年 李自成起军席卷了整个北中国 逼近北京 关外的皇太极所统治的大清王朝 派出大军包围了宁远 锦州 随时准备染指中原 可以说大秘王朝处在一种极度危险的大厦江青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个时候需要大将挺身而出 这大将是谁呢 就是吴三桂父子 吴三桂他出身是武将世家 自幼善于骑射 可以说是文武兼通 他在战争当中带出了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精锐部队 被称为官宁铁骑 官就是山海官 宁就是宁远 在与清朝军队的作战当中表现很英勇 可以说是明朝军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也是明朝抵抗清朝的重要力量 用今天的话讲啊 吴三桂这个人不仅长得帅 而且各方面全面发展 咱们说一句比较通俗的话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才子精英 吴三桂长期在辽东地区与清军作战 可以说跟了很多大帅 比如说袁崇冠 孙成宗 还有祖大寿 可以说经验充足 人脉丰富 所以朝廷就选派他作为宁援总兵 率领大军镇守山海关 同时呢 任命他在北京赴贤的父亲 吴湘 提督经营 组织力量 抵抗李自成 可以说一时间啊 父子二人是统长兵权 成为了大明王朝的财柱子 父子二人统长兵权 这就成了京城里的热门人物了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很多达官贵人争先恐后的摆下宴席 为吴湘接风 为吴三桂送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都是给自个儿找一靠山 确保自己能够在乱世当中 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 田空玉也不例外 刚才我们讲过 田空玉这个人啊 看起来也像是个投机分子 这一天田空玉就以他跟吴三桂 是江苏老乡这么一个借口 把吴三桂请到了家里 摆下宴席 山吃海喝 在田空玉家里面 这个吴三桂喝得很高兴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个时候 从前面的这个白色的沙漠后面 缓缓的飘出一个女子 身穿白衣白纱 合着清新的丝竹声 缓步走来 然后呢 翩翩起舞 一边跳舞 一边啊 唱着小曲 舞姿非常轻盈 歌声呢 沁人心疲 吴三桂看得是如痴如醉 听得是摇头晃脑 非常高兴 而且他这个眼珠子啊 紧紧地盯着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是谁呢 就是陈媛媛 歌舞完毕 陈媛媛瞬间就飘到了吴三桂的跟前 给吴三桂针酒 吴三桂这个时候啊 很高兴 很激动 拿起酒杯 一饮而尽 紧接着 陈媛媛就离去了 那吴三桂的眼睛 也随着陈媛媛的身影 飘向了远方 吴三桂都忘记了 自己是在做客 不是在自己家 这也太随便了 而陈媛媛呢 他早就听说 吴三桂是大英雄 名声在外 如果自己有幸能跟吴三桂结交 甚至能够嫁给吴三桂 那真的不仅是找到了靠山 而且真的是找到了归宿 所以他也很激动 也很兴奋 可以说 这一切啊 田鸿玉看在眼里 暗中高兴 酒宴即将收场 这个时候 田工玉就走到了这个吴三桂的跟前 问吴三桂 说这个倘若外敌入寇 将军当作何打算 吴三桂很聪明 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真的如果是国难当头了 只要能够把远远赠给我 那么我敢打宝票 你们田家 我一定努力抱全 这话正是田鸿玉想听到的答案啊 既然您这么说了 那行了 陈远远归你了 第二天 吴三桂就派人下聘礼 下婚书 准备求婚了 而田工玉呢 也对陈远远梳妆打扮 准备了一份厚厚的这个陪嫁品 把陈远远这个用花轿送进了吴三桂的府里 吴三桂啊 他是有欺世的 所以陈远远到了吴三桂的府里之后 也只能当个小妾 但即便如此 在那个洞房花烛夜的晚上 两个人的感觉一定是很幸福 春宵苦短啊 这个这话真的不假 军情紧急 朝廷连番催促 希望吴三桂赶紧登城 到上海关那个地方去打仗去 吴三桂是恋恋不舍 没办法把女眷带在身边 只好把陈远远留在了北京 留在了府里头 交给自己的父亲吴湘来照料 而她本人呢 则是跨上战马 一切绝尘 直奔上海关而去 就在吴三桂离开北京之后不久 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巨变 崇祯十七年 公元1644年的三月 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 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明王朝土崩瓦解 吴湘等一些明朝的大臣一看 大势已去 陆陆续续的都归降了李自成 他意识到啊 这个关外的清军 是他自己这个政权最大的威胁 而要想挡住清军 那就必须要控制山海关 山海关眼下正在吴三桂的镇守之下 所以呢他马上把吴湘给抓了起来 然后逼迫吴湘给吴三桂写一封信 父亲给儿子写信 干嘛呢 劝详 许诺呀 只要吴三桂能够投降李自成 不仅啊 吴湘一家人安然无恙 而且吴三桂可以加官进决 名利双收 这个时候啊 明朝已经灭亡了 作为明朝的将领 效忠的对象不存在了 对于吴三桂来说 他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投降清朝 要么投降李自成 而在这个时候呢 清朝那边也送来了劝详信 希望吴三桂投降清朝 两封劝详信摆在自己的面前 吴三桂经过了几番权衡 最后决定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为什么会选择投降李自成呢 我觉得啊有以下五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 保全家人 这是最直接的 自个家人在人手里当人质 没办法 第二个原因 顺应潮流 吴三桂看到啊 自己昔日同僚 一个一个都投降李自成 他认为啊 看来这个李自成的政权 是要取代明朝了 是众望所归了 甚至有可能统一天下 那既然别人都这样 那我也随大溜吧 顺应潮流 第三个原因 就是同事汉族 李自成政权啊 跟明王朝一样 都是汉族政权 投靠李自成 顶多也就算是一个 顺应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趋势 可以说这个吴三桂的部下 吴三桂这个驻守的 山海关的这些居民 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第四个原因 往日无怨 吴三桂跟李自成 没有直接交过战 但是跟清王朝 却打了十几年仗 所以说啊 投降李自成 对于吴三桂来说 就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 和心理负担 第五个原因 就是个人前途 吴三桂看到啊 比自己光小的那些同僚 在投靠李自成之后 纷纷加官进决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和个人利益考虑 所以啊 为了保全 他挥降了这只人马 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和利益 他选择投靠李自成 根据招响安排 李自成派兵接管山海关 吴三桂率军主经接受责风 然而刚走到鸾州 戏剧性的一幕都不见了 吴三桂突然传令停止前进 全军回使山海关 那么吴三桂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原来啊 在鸾州啊 他见到了一个人 谁呢 吴府的家人吴源 他是从北京跑出来的 他跟吴三桂说 说老爷啊 被抓起来软禁了 您的那小妾陈媛媛啊 被刘宗敏抢走了 吴三桂一听啊 是火帽三丈啊 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把那帽子好像都要顶起来一样 这就是历史上说那个叫怒发冲冠 原来啊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 面临的头等难题 就是梁响问题 为了让军队吃饱饭 他呢 想了一个乖点子 什么乖点子呢 抢劫 第一步 他先把这个户部营库 和这个 皇宫内府里面的基金财宝是洗劫一空 这还不够 然后呢 又把大臣一个一个抓来 这些明朝归降来的大臣 他认为 这些大臣家里基金财宝无处 于是呢 挨个拷问 要他们交出基金财宝 捐资助享 如果不交 那就是一顿拷打 甚至打死 这件事情啊 搞得是人人自危啊 大家都很害怕 而且许多大臣为此倾家荡产 甚至小病都没了 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 就闯进了吴湘的家里 逼迫吴湘 交出基金财宝 而且看见吴湘家 这个吴三桂的小妾陈媛院 他就把陈媛院抓了起来 据为己有 也有人说啊 他没有居为己有 而是把他献给了李自成 不管怎么说 陈媛媛被抢走了 吴三桂平常自诩自己是英雄男儿 关键时刻 你连一个自己的妻妾都保不住 你还谈什么英雄啊 你还有什么脸面 必于天地之间呢 所以啊 他发下毒誓 要跟李自成势不两立 不把媛媛夺回 势不为人 于是他率领大军 回到了上海关 赶走了李自成 派出了上海关的首将 然后宣布公开的跟李自成决裂 难道吴三桂回到上海关 他就是为了陈媛院这么一个女人吗 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不要忘了 吴三桂啊 他既是一个英雄 更是三军统帅 他要考虑的 他要考虑的 不光是个人的爱恨情仇 他还要考虑 自个儿的利益 自个儿的前途 以及他挥下的那些人马 他们的前途 他们的利益 李自成 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 那摆明了 他这个招降 就是没有诚意吗 如果说 自己真的就 跑到北京去 那没准 这不是招降 这是一场骗局 甚至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军队 有可能被 全部被人消灭掉 所以为了自保 他只能跟李自成决裂 既然要跟李自成决裂 那他只能去投奔另一个方面 那就是清朝了 李自成听说 这个吴三桂 掉头回到山海关了 感觉事态严重 他一方面 逼迫吴湘 继续给吴三桂写劝详信 另外一方面 点击人马 杀奔山海关 准备跟吴三桂决战 后面的历史 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山海关大战 吴三桂跟清军联手 打败了李自成 然后呢 战役结束之后 吴三桂来到了清军大营 把头发剔了 归降了清朝 然后作为清军的前锋 引导清军进入山海关 直接杀奔北京 李自成啊 遭此惨败 恼羞成怒 下令将吴湘全家三十八口人 统统杀掉 而吴湘的脑袋呢 被割了下来 挂在外面示众 李自成回到北京之后一琢磨 这个 自己真的不是清军和吴三桂的对手 这北京城怕是待不住了 所以呢 他准备逃跑 吴三桂投降清军后 与清朝摄政帮多尔滚联手 最终击溃了李自成 这位却在北京城住了四十二天的房子 匆忙逃离北京 陈圆圆小妙地说服李自成 成功地把自己留在了京城 那么换了身份的吴三桂 与陈圆圆再次相见之后 又续写了怎样的爱恨情仇呢 李自成走了 这个吴三桂来到了北京 他当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了北京 还以为李自成真的把陈圆带走了 于是呢 他奉这个多尔滚的命令 继续向西追击 追击李自成 一直追到哪儿呢 追到山西降州 这一天在山西降州啊 他听家人来报 说在京城找到了陈圆圆了 吴三桂是大喜过望啊 吴三桂说 马上把陈圆圆请到 山西降州大营来 这一天陈圆圆赶到了降州 吴三桂的大营是旌旗招展啊 搭起了五彩牌楼 那镇是啊 真的是有点像是迎接皇帝视察一样 镇是很好打 出现在陈圆圆面前的吴三桂 全身容装 依然是那么英姿萨爽 不过陈圆圆仔细一看 发现这吴三桂脑袋后面多了一条辫子 他心里马上就明白了 这吴三桂不是借秦明来恢复明朝的 他干脆就投降了清朝 但是呢 事已至此 一个弱女子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所能做的只有啊 跟吴三桂两个人是相拥而起 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那个晚上 对于陈圆圆来说 多少奔波和劫难 都在这个夫妻两人重逢的这个喜悦当中 被淡忘掉 清云入关之后啊 一些诸姓的王爷跑到南方 建立了几个小朝廷 历史上啊 把他们称之为南明 这个南明朝廷当中 有一个朝廷是福王朱优松建立的 福王朱优松政权 很快就给吴三桂 送去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礼品 希望吴三桂啊 能够回心转意 效忠南明 可这个时候吴三桂啊 已经被清朝册封为平溪王了 他根本看不上南明送来的那些礼品 也不愿意再跟着南明继续南征北战 死心塌地的要效忠清朝 尽管陈圆圆曾经多次劝说 吴三桂核心转意 重新效忠明朝 吴三桂都不答应 那根定清朝了 此后的十几年间啊 吴三桂率领大军是东征西讨 消灭了李自成的起义军 绞杀了南明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 永利皇帝 朱油郎 可以说为清皇朝统一中国 立下了赫赫战功 清朝呢也带他不薄 让他镇守云南 为清皇朝看守边疆 在云南的省城 昆明 武华山 吴三桂啊 兴建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平西王府 可以说啊 这个时候 他是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准备过个小日子了 于是呢 这个吴三桂啊 就决定 封这个陈圆圆为平西王妃 换作其他人啊 能够成为一个王妃 那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是陈圆圆 却把他给婉拒了 吴三桂是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啊 陈圆圆这些年啊 跟着吴三桂走南闯北 看到曾经的大明江山 山河破碎 硝烟弥漫 这一切的战乱 这一切的麻烦 都是出自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的那件事情 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陈圆圆认为那是因他而起 因自己而起 所以陈圆圆觉得自己很愧疚 他不愿意继续搅和在这个局面里头了 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根本没有脸面当这个王妃 好吧 你既然不愿意当这个王妃 那就算了 这个吴三桂身边的妻妾也不少 所以逐渐呢 也就对陈圆圆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啊 陈圆圆突然提出 别说王妃了 他不想在王妇里待了 他要出家当尼妇 哎呦 这个吴三桂有点着急了 反复劝说啊 这个陈圆圆就是不听 后来没办法 这个吴三桂就给陈圆圆 这个修了一座庙 陈圆圆带发修行 头发不剃 在这个庙里头 当起了尼妇 吴三桂与陈圆圆最终也行进远赛 但是他们之间的七闻爱情故事 却因一首圆圆圆的诗篇 而流传之心 其中两句 痛哭六军俱告诉 冲冠一路魏红颜 继为吴三桂因清军入关的洞悉定了净 也让陈圆圆飞成了红颜祸水的历史骂名 那么圆圆圆究竟是谁写的呢 吴三桂投降清军 仅仅是因为陈圆圆吗 圆圆许的作者叫吴伟叶 吴伟叶又叫吴眉村 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诗人 江苏太藏人 老年科举考试 考中了榜眼 即将进京做官 他赴任的路上来到了昆山 去拜访昆山的支县 就在支县衙门的这府里头啊 见到了陈圆圆 那是一见钟情 他想那陈圆圆为妾 陈圆圆不太愿意 但是呢 人家吴伟叶既是才子 又是马上要赴任的官员 你又得罪不起 那怎么办呢 不好硬拒绝 那就软拒绝 来个雅拒 文雅的拒绝 这陈圆圆出了一道题 出了一个上联 这上联是啊 九坊通合吴不利 九坊通合吴不利什么意思 他就是把昆山城里头的 九坊桥通合桥和吴不利桥 各取他们这个桥的名字 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含义 陈圆圆说 如果吴世人 能够按照这么一个模子 对出下联 那我陈圆圆情愿嫁给你 当小妾 没问题 吴伟叶是外乡人 对于昆山的警户虽然很熟悉 但是一时半会儿 他真的拼不出来这么一个下联 读书人脸皮薄 那就不好再死皮赖脸的 继续追着人家要纳为妾了 这事就算作罢了 几年之后 吴伟叶重返昆山 见到城里有国老龙 管家龙 东太平龙 这三个地名 他恍然大悟 马上又拼出了下联 叫做国老管家 东太平 看起来是很工整 也没问题 很遗憾 在这个下联来得太晚了 陈圆圆 这时候已经嫁给了吴三桂当小妾了 你吴伟叶没机会了 虽然有缘没分 但是吴伟叶对陈圆圆的思念仍然继续 他把这番思念之情都倾注到了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 就写下了这个圆圆圆 记录了陈圆圆的一生的悲欢离合 可以说 圆圆圆 寄托的是吴伟叶的一番爱慕之情 圆圆圆 也记述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的人生经历 吴三桂跟陈圆圆的爱情故事 给小说家和剧作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清顶格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圆圆圆里那句冲冠一怒魏红颜 这么一句诗 就是把吴三桂详清这件事归因于 吴三桂对陈圆圆的喜爱上 大家认为就是因为他 吴三桂才打开了上海关的城门 放清军进来 所以陈圆圆她就是红颜祸水 光允地讲 陈圆圆她的命运 跟历史上的什么包四 杨贵妃 赵飞燕就差不多 在那个男权社会里 他们都处在弱势地位 他们都只是男人玩弄的工具 如果说祸国殃民 他们根本谈不上 他们对这个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如果真要强调什么祸国殃民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丈夫倒是难辞其咎 陈圆圆生于乱世 出身贫寒 几经劫难 死里逃生 还要为他的丈夫背上一个引狼入室的这么一个骂名 背几百年的骂名 可以说陈圆圆她就是一个悲剧人物 如果没有陈圆圆这档子事 就算是靠这个吴三桂自个人有点实力 根本守不住上海关 要么投靠李自成 要么投靠清王朝 吴三桂最后选择投降清朝 对他来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刘宗敏把这个陈圆圆抢走这件事 我觉得呀 他只是刺激吴三桂详清的诱因之一 吴三桂投降清朝啊 这种现实的选择 是综合分析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个人利益 个人前途 各个方面 做出了一个现实选择 南明的王朝虽然表面上继承了明王朝的正统 但是内部勾心斗角 矛盾重重 也没有什么前途 只有清王朝 国势蒸蒸日上 兵强马壮 而且呢 寄于明朝江山多日大有入主中原之势 即便吴三桂跟李自成联手 也打不过清王朝 最后的结局 无非是不是战死 就是投降 吴三桂根本就不是那种 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这么一个中烈之势 他是什么人呢 他贪图享乐 他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他有军事才能 但是更有政治野心 无论是投降清朝 还是后来起兵反清 都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 做出的政治上的选择 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行为 好 陈炎远 吴三桂之谜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